精準的表演不僅完成了角色 更豐富了本劇喔 第59屆金鐘戲劇類頒獎典禮 在台北流行音樂中心登場 不過就在星光大道 進行大約半小時的時候 天空不作美下起滂沱大雨 讓紅毯多處積水 預祝兩位實力派演員 能夠順利摘金 入圍者們走到一半 突然要過小河 紛紛拉起裙擺和褲腳 角逐迷你聚集男主角的夏靜庭 搭檔女星黃彩儀 布上紅毯 先注意到了眼前有一滩水 還非常貼心 貼心女伴注意腳下 主辦單位也趕緊危機處理 趁著廣告空檔 大批工作人員拿著拖把 各種工具進場 眾人合力把積水用吸的 用拖的迅速讓紅毯恢復原狀 金鐘頒獎眾星雲集 突如其來的小插曲 也成為意外焦點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